这是十八岁的慈禧第一次施请,棉被吓得她一丝不挂,被人抬着来到皇上的寝宫,公共交代她一定要好生伺候皇上。 记住,你要从被窝底下钻进去。 单纯的慈禧并没察觉到哪里不同,按照交代的话从床尾迅速钻进被窝,却不想这犯了皇上的大忌。 你干什么呢你? 我快闷死了,我不知道从哪儿出来。 看着慈禧的埋态样子,皇上心中更是不悦,瞬间没了怜香惜玉的心思,随着几声痛苦的惨叫,慈禧的第一次事情就这样草草结束。 不仅如此,皇上还不允许她留下龙主,几个太监将她带去偏殿,一左一右架住她,老太监则用木棍狠狠击打她的后腰,又灌上一大碗药,确保慈禧没有怀上龙胎的可能。 而这一切,仅仅是因为单纯的慈禧不懂规矩,没有提前打点公公,慈禧无助的摊在床上抽气, 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,突然感觉自己屋内少了点什么,原来是进宫时带来的猫猫不见了,慈禧一下子慌了神,那是她最疼爱的猫咪,她忍着痛出门寻找,却发现院子里有个沸腾的汤罐,一股不强的预感涌上心头,揭开盖子后更是万念俱灰。 原来几个秀女嫉妒她第一个被召唤,便将她的爱猫炖了汤,慈禧从此一举不振,整日坐在外面抹泪,皇上也再也没有召见过她,眼看就要在深宫中白白葬送年华,偏偏其他妃子见她不得适,总是想着办法欺负她。 这句话让慈禧瞬间清醒,她怒气冲冲地推开门,质问是不是她杀了自己的咚咚。 你这贱人,就算我杀了你咚咚的怎么样,你敢杀我吗你? 丧失理智的慈禧抓起桌上的金簪,疯狂扎向眼前的嫔妃,眼看她倒在血泊中没了声响,慈禧才惊慌失措地清醒过来,谁知房里的动静引来了在附近的六王爷,她进屋看到慈禧并未声张,而是安慰慈禧不要跑。 原来在慈禧进宫前,两人曾有过几面之缘,六王爷对她一见倾心,甘心为她收拾残局,恰巧慈禧侍女经过看到慈禧,立马持续地表示自己什么也没看见。 慈禧也相信她不会出卖自己,但六王爷还是生生将侍女掐死。 那你不会出卖我的,她答应我,我不会说的,她不会说的,她不会害我的,不会害我的。 在皇宫里,就像在战场上一样,不是你杀人就是人杀你。 慈禧万念俱灰,但她明白一入宫门深似海,只有狠才能在这弱肉强食的地方生存下来,她的眼神渐渐会变得锐利坚韧,下决心一定要获得皇上的宠爱。 没过多久,慈禧借口探望生病的母亲离开皇宫,转身就走进了八大胡同,巷里面的妓女讨教如何抓住男人的心。 不得不说她确实来对了地方,只见妈妈拿出几个鸡蛋,将软垫放在鸡蛋上,又在上面放了一碟明指,接着一个姑娘坐上去扭了二十下,明指均匀散开成了一把扇子,而软垫下的鸡蛋也完好无损。 这是每个姑娘都要练就的绝活,有了这个身段,什么样的男人征服不了? 不仅如此,姐妹们还向慈禧分享经验,男人有的时候很近,妻不如妾,妾不如妾,妾不如妾,妾不如偷,偷又不如偷不到,越难得到的,她越想得到。 慈禧津津有味地听了半天,又跟着妈妈们废寝旺时地学习了七天,堪称脱胎换骨,如今的她只差一个机会,而机会也很快来了。 咸丰五年,清朝内忧外患,无能的皇帝寄希望于求神拜佛,下令斋戒静修七日,然而荒淫无度的咸丰帝根本忍不了这么久,仅仅五天就难受得浑身不自在。 慈禧抓住这个机会,假扮太监溜进祠堂,又笨手笨脚地给皇上擦身,挨了皇上一个耳光,绣发如瀑布般落下。 慈禧可怜兮兮地向皇上请罪,说自己思念成吉才初次下策,这让皇上的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,不仅没有怪罪她,还轻易地摸了摸她,两人就这样在神佛殿前亲密起来。 自此慈禧一战成名冠绝后宫,日日得皇上召见,很快怀上了龙胎,晋升为义贵妃,产下皇子后更是被抬为西宫娘娘,与皇后平起平坐。 清云之路已成,可慈禧却并未满足,她尝到了掌握权力的快感,竟有了更大的野心,想要知道万人之上的滋味。 而很快,英法联军入侵北京,软弱的咸丰必无力抵抗,生出了逃难的想法,六王爷却主张死守京城,就在双方势力僵持之际,慈禧开口劝谏,总要留下一个人来主持事务。 昏庸的皇帝一听立刻赞赏有加,恨不得立马逃出京城,便下令让六王爷留下,全权接管大小事务,从此京城失守,无数真妻一宝被掠夺,慈禧不在乎朝廷是否江河日下,只想牢牢将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心,趁贤丰帝熟睡,他情不自禁地换上龙侯,想象着自己成为第二的武则天,全然没有注意到皇帝已经苏醒,看到他这副大逆不道的样子,他十分震惊,虽然念及旧情没有责罚,但皇帝此刻已然察觉到了慈禧的野心, 内心不由地开始提防,怎奈不久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,确立皇储之事迫在眉睫,皇帝担心立慈禧之子为太子会助纣为虐,却不不忍心采纳大臣诛杀慈禧的建议,只好留给皇后一道手谕,如果有人对他不敬,可以凭借手谕将其斩杀,为的就是防止自己死后慈禧作恶,为了让慈禧安心,皇帝还亲自宽慰他,说这些都是做给大臣们看的,只是此时的慈禧,已经不再是刚进宫时的懵懂姑娘,他又如何看不破君王对他的忌惮, 但他太明白要如何掩藏锋芒,咸丰第一死,他就设法联系六王爷,让他清理朝中不听话的大臣,接着又迎太子回宫,自己和皇后共同垂帘听政,六王爷则成了摄政王,为慈禧马首是瞻,朝中大小事物均掌握在手中后,慈禧开始了自己延荡多年的复仇,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爱猫惨死之事,于是找到了当年设计的丽妃,烧了一大缸开水,将他活活烫死在缸中,此时的他沉浸在权倾天下的快感中无法自拔,又把注意打到了皇后和六王爷 皇后性子柔和感性,容易轻信他人,慈禧便派人告密,散布自己要给皇后的汤药下毒的消息,随即立刻赶往祠堂,为皇后的身体诵经祈福,甚至不惜割下自己的一块肉,以血肉为药引住皇后永保健康,赶来的皇后见到慈禧,瞬间大受感动,从此和慈禧情同姐妹,为了表明自己对慈禧的绝对信任,他将保命的手欲烧得一干二净,接着引下慈禧亲手做的汤药,结果刚喝完就腹痛难忍地倒在地上 处理完了皇后,他又开始谢莫杀驴,将六王爷的权力全部收回,将他赶回老家,自此慈禧邪儿子同志,正式开启了长达六十年的黑暗统治